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配音教數學 那我們在這一集要開始教大家這個比 其實比在國小就有學過了 不過我們國小學的是一種概念啦 假比乙如果是1比2 那假如果是3的話 乙應該要是這個6嘛 對不對 那如果說假其實是 如果說假其實是4的話 那乙應該要是8 我們國小學的時候是學這一種概念 那在我們國中呢 為了要因應比的各種實際的應用 那我們要對他有更明確而且清楚的認識 其實比這個概念呢他有四種異談 或者說用四個模式來描述他 講的是同一件事情 那麼第一個呢 就是這個我們剛才所說的 比呢他是一種這個 乘比例 有這麼一個比例 所以好像假變大乙就要變大 假變四乙就要變八 他們會同步放大 然後同步縮小 好 那第二個呢 我們在比這邊 要用第二個想法來想 他呢 比其實也是這個 有乘比例 代表他會有一個比值 為什麼我們說 為什麼我會說這個要用不一樣的方式來想 因為這樣子的話會比較清楚 你說乘比例 好那比如說如果假是 嗯 321呢 那乙應該要是多少呢 或者說如果今天假比乙不是1比2 假如果比乙是 比如說3分之1比2分之1 那 假是1的時候應該要是多少 對不對 像這樣子的問題要怎麼處理呢 所以在這裡 我們想清楚 既然假跟乙乘比例 代表他會有一個比值 什麼叫比值 我們在國中 對比值進行一個定義 簡單來說 假比乙的比值就是乙分之假 化成最減分數 那 就像比會化成最減整數比這樣 比值也會化成最減分數 所以在這裡呢 假比乙就是1分之1 那為什麼要用這個乙分之假 為什麼要用假除乙呢 其實他有一個 跟我們日常生活中常用到的概念有關 就是 倍 比如說這個假如果是3乙是2 那假是乙的幾倍 幾倍 講一個簡單一點的 假是1乙是2 假是乙的幾倍 那學生可能會說一半 對啊一半 那如果我要問幾倍 那這樣到底是幾倍 是2分之1倍嘛 對不對 我們是用1除2 所以如果假是3的話 乙是2的話呢 如果假是3乙是2 假是乙的2分之3倍 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個倍呢 好 視為是假跟乙的比值 那 假跟乙乘比例 乘比例就會有一個固定的比值 對嗎 所以回來看剛剛這個問題 假比乙是3分之1比2分之1 那假跟 那如果假是1乙是怎麼樣 我們就可以用比值的角度去想它 就會很清楚了 也就是我們先去找它的比值 所以假比乙的比值就是3分之1除2分之1 也就是3分之1乘以2 所以是3分之2 假比乙的比值是3分之2 代表假是乙的3分之2倍 那多少乘以3分之2會是1呢 所以這裡其實是2分之3 對嗎 所以我們可以用比值這個 這個 這個 數字 這個名詞 來清楚的界定 所謂乘比例的概念 以方便我們真實的來去使用這個比 那第三個要來學習的這個比例的概念呢 就是 既然有這個 比值你看我們把它寫成了 分數的形式嘛 所以比值是一個分數 那麼就代表我們可以 約分和擴分 我寫這個請你們大家把它寫在筆記本上 對嗎 所以說 我們剛才描述筆這件事情的時候 在我們國小學的時候 都是一種概念 概念上呢 這個 甲跟乙是1比2 那麼甲是3乙是6 甲是4乙應該要是8 都是一種想像的 可是在這裡呢不一樣 我們用另外一個筆值的觀念進來了之後呢 代表說甲跟乙固定 甲就是乙的1 2倍的時候 那或者說乙就是甲的2倍的時候呢 那麼甲是3嘛 所以呢 1 2是多少分之3 這裡就是填6 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使用這個擴分或約分的概念呢 來去推論出 比上唸的其他的數字 比如說他會等於8分之多少呢 這裡是4 對不對 所以用這個約分擴分的概念 那我們來一些數字 讓大家來想一下 然後 這個很快的再來練習一下 剛才所說的 這個3比4是6比多少呢 多少 那如果用概念上來想的話呢 你可能會覺得說 所以這樣子應該是8 或者這個國小 我們有學過所謂內向相乘等於外向相乘 那這個我們在下一集還會再介紹這件事情 不過在這裡先問你們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要內向相乘等於外向相乘 為什麼要這樣算嗎 你們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這樣算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裡 這個3比4呢 如果我們用比值的概念進來的話呢 3比4其實就是4分之3 所以4分之3是幾分之6呢 是8分之6嘛 所以它其實是6比8 對不對 其實剛才在這邊 我們算這個約分擴分的時候 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嗎 我們其實有兩個方式可以去想它 那這個4分之3是幾分之6 這個幾要是怎麼來的呢 一個想法你可以是這裡 它變兩倍嘛 所以這裡也應該要變兩倍嘛 這就是所謂的約分跟擴分的概念 對不對 或者 如果你分數這個算得多的時候 你不見得一定是這樣子去想的 尤其有的時候這個地方不見得那麼好找數字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嗯 嗯 好這個 我有一個 21分之7 21分之7它會是9分之多少 假如我問這個問題 21分之7是9分之多少 那現在你想說 欸 這樣子是變成什麼 其實它是變21分之9倍 所以你上面也要乘21分之9 那這樣子想其實就 欸不是那麼好想 所以另外一個想法你可以怎麼說呢 我們可以說 其實呢 它是它的3分之4嘛 或者你可以反過來說 它就是它的4分之3啦 這個分值就是分母的4分之3倍 這就是4分之3這個數字 一定是這樣 4乘4分之3就是3喔 4乘4分之3就是3喔 同樣的道理 多少乘4分之3是6呢 這樣子去想 這個多少會是多少 或者我們剛才說 3乘上3分之4會是4 所以多少乘上 欸 6乘上3分之4會是多少 這樣就可以找到這個數字是8 對不對 回來看剛剛這裡 其實啊 其實啊 這個7就是21的3分之1嘛 所以9的3分之1是 這裡是3啦 對不對 換句話說 我們在做約分擴分的時候 有兩種想法可以做 第一個是分母的這個倍數 會跟分子的這個倍數 好 約分或擴分的這個倍數會一樣 那 欸 倍數一樣 有沒有有點耳熟 對不對 剛才不是就說這個 比就是一種 比值就是倍嘛 所以說其實分子呢 在約分擴分的時候 分子 成一種比例 而這個比例剛好會跟分母一樣 好 那另外一個想法 分子是分母的幾倍 也會跟這邊分子是分母的幾倍 一樣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要對於一個比例的第四種認識喔 當我跟你說 A比B等於C比D 我舉就是剛才這個例子 這個3比4會等於6比8這樣子 當我跟你說 A比B A比B會等於C比D的時候呢 其實 3比6 也會等於4比8 對不對 你看 好這個 剛才這裡 3是4的4分之3倍 6是8的4分之3倍 3比4是6比8 OK 但是我也可以說 3是6的一半 4是8的一半 3比6是4比8 對不對 所以當我寫A比B等於C比D的時候呢 其實你也可以說 A比C會等於B比D 可以嗎 這個是很重要的概念 要吸收起來 當然 比 比 或者是分數 這個 4分之3是8分之6啦 那麼3分之4當然就是6分之8 所以同樣的道理 3比4是6比8 所以其實4比3是8比6 就是你左右兩邊可以轉過來 所以這個左右兩邊可以轉過來 這個 6比3是8比4 所以這麼一個寫法 其實也可以這麼說 所以我們現在對比有四個層次的認識 第一個 這兩個數值乘一種固定的比例 他們會用同一個倍數去放大和縮小 第二個 這兩個數字本身就又有一個固定的倍數了 這個就是他們的比值 那這個比值呢 它可以寫成分數 所以可以約分和擴分 約分和擴分的時候就代表說 你把它成了同一個倍數 所以這樣子A跟C的比會等於B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很清楚的把這個比做了一下說明 而不是 只是像國小的時候學就是概念上的 幾比幾幾比幾這樣應該是多少 我們很清楚的去想 所以來這裡有四個題目 大家寫寫看 這個A除B是1分之1的話 求A比B是多少 然後A等於B乘2分之3的話 A比B是多少 2A等於3B 然後第四個是2分之A等於3分之B的話 A比B分別都是多少 給一個提示 Tip Tip就是那個貼一個小紙條 提示 這個從筆子改寫回B 也就是說你想要知道A比B是多少 提示你去求B分之A 如果你B分之A求出來是3分之2 那麼A比B就是2比3對不對 好 那麼在同學寫這個試著寫寫這些節目的時候 我們來先聊一下呢 其實有很多人一直想要在提倡 在國中或高中教這個哲學 到底什麼是哲學呢 其實哲學有兩個很主要的範疇 那應該說哲學有很多不同的職領域 可是主要是分成兩種概念在討論的 一個叫做 形上學 一個叫做這個 倫理學 邏輯是哲學的工具啦 那邏輯本身到底算不算哲學 這個要看定義啦 當然哲學裡面是充滿邏輯的 不過形上學跟倫理學這兩個到底有什麼差 有的時候你常常會聽到這個形上 這是形而上的問題 聽起來好像很玄 那到底這兩門不同的範疇 到底分別在討論什麼呢 其實說穿了 這個概念是很簡單的 只是說穿了概念很簡單 你也不見得知道他在討論什麼 所謂形上學呢 他就是在討論什麼事 所謂倫理學呢 在討論這個 該不該 什麼意思呢 什麼叫做什麼事呢 就是說我是學生 我是學生 那什麼是學生 什麼是學生 是去學校就是學生嗎 老師也去學校啊 交學費就學生嗎 那不交學費就不是學生嗎 如果你在某一個人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 你算不算他的學生 算吧 可是只要你在某人那裡學到很多東西 你就算他的學生嗎 到底什麼是學生呢 那學生這個問題 因為大家都共用了很多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都當過學生 我們當的學生都差不多 所以感覺好像沒有 沒有必要去探討 可是所謂的哲學 就是在你以為沒有必要去探討的時候 去探討 這個才是他的珍貴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有質疑的東西 你去質疑他就普通了 比如說什麼 那個什麼是人生 這個就是形上學 對這也是形上學的一部分 但是你光是想著什麼是人生 你也不見得想得透 你不如去想想什麼是學生 什麼是學生這件事情 如果你可以把它做一個完美定義的話呢 那你就進行了一個形上學的思辨 到底怎樣才算學生 另外就是學生該做什麼 學生該不該談戀愛 為什麼學生不該談戀愛 那為什麼學生可以談戀愛 這個就是所謂的倫理學 他這裡的倫理講的不是 一定是那種四為八德的倫理 單純就是所有該不該的問題 其實都可以放在倫理學的這個範疇裡面 只是真的大部分大家會討論的 都是比較有強烈衝突的 所以感覺都是在討論比較正義的 什麼墮胎啊 這個同志平權啊這樣子 但是其實哲學是無所不在的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包括這個醫療都有醫療的哲學 這個為什麼我們到台灣 如果你們留意的話 這個美容的那個診所 它不可以進行促銷 就是比如說割一隻雙眼皮十萬 割兩隻算打八折十六萬這樣 它不可以促銷 為什麼 因為醫學呢 根據醫學的倫理 只要是你身上健康的組織 都是不應該用醫學去把它除掉的 因為它是你這個人的一部分 除非對你造成危害 所以醫療是非必要的 就是醫療是必要的才能做 非必要的不能做 所以不能夠用促銷的方式來說 欸來來來幫你治感冒 那如果兩個人來打八折 所以你還得去找另外一個感冒的人 或者是說你來開刀 那這個不如順便開一下盲腸嗎 欸不如這個順便治療一下什麼嗎 對不對 不如順便拿一個什麼藥 不能這樣做 所以這個就是醫療的倫理 那很多科很多科學都有它的倫理 比如說像這個商業上面有它的倫理 這個主管理學或者說經濟學 他們背後有一些思想 就是所謂的這個資本主義思想 或者是市場自由競爭的思想 國富論 這個都是從這個都是他們本身的倫理學 那所以倫理學比較容易引發爭議 但是其實倫理學要看就的清楚的話呢 前提這個定義 行上學就必須要去深究它 那大家有機會的話可以去找一些哲學的書來看 好 我個人很喜歡哲學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幾個題目 這個A除B是1分之1 所以我剛剛說你想要知道A比B的話 就先去找這個筆值 這就是筆值 B分之A 所以A除B其實就是B分之A 也就是說B分之A是1分之1 所以A比B是1比2 老師在這裡介紹 有熊老師在這裡說你用筆值來找筆 這個是最穩當 又根源於這個基本學問 基本知識的方法 但是不是代表說 有熊老師是一個一定要你每一個步驟都要做 然後不做就扣你分 如果你看得出答案 那就這樣吧 對不對 這個A等於B的3分之2 我剛剛有說代表A是B的3分之2倍 所以其實3分之2就是他們的筆值 所以A比B其實就是2比3 2等於3乘以3分之2 對不對 你看得出來就看得出來 要不然的話 如果我們要求這題的筆值 我把等號兩邊同除B 對不對 我剛剛有說 其實他們的筆值就是3分之2 所以A比B等於2比3 對不對 一樣2A等於3B 其實這個在我們學完正比的劣勢之後 就會你會常常做到 所以大部分的學生到後面都會習慣了 就是2A等於3B A比B就是這個3比2 可以嗎 就是他是他的係數這一個比 他是他的這個的係數 所以A比B是3比2 有沒有發現這個2乘3會等於3乘2 這樣子 那但是呢 我們在這裡再來練習一下 如果我要去求筆值 所以我等號兩邊同除B 再同除2 你會得到這個 B分之A4 2分之3 所以一樣A比B4 3比2 再來看這裡 一樣2分之A等於3分之B 如果你比的比 如果你比的題目做多了 你會發現 或者說你用我們剛才這個通分的概念 你會發現我的分母乘了2分之3 或者說我的分母是2比3 那我的分子其實也是2比3 所以其實當我寫2分之A等於3分之B的時候 然後這個A跟B的比會等於他分母的B 就是2比3 那如果你要求筆值 就是等號兩邊同除B同乘2 所以同除B下來 然後同乘2這個2就不見了 就是作業 作業我們都會放在網路上 其實呢 大家如果覺得有熊老師的講解非常的實用的話 可以後康到手 分享給你們的朋友 那我跟我的學生聊到的時候 他們都說 怎麼可以 他們是競爭對手耶 必要吧 對啊 來 OK 好 那我們的課就上到這裡